我们接下来 跟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伟城古门装死人 余波先生 会今晚的晚会致辞 掌声有请 各位伟城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 举行伟城2016年 新春感恩晚会 对于各位的光临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在这里表示热烈的欢迎 2016年 伟城在很多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2015年 在整个国内外经济 不是太紧细的情况下 伟城的产值和利润 都得到了 40%以上的重步增长 伟城的产品 顶持十年至宝 无绝对满意的宗旨 把伟城网格打造成 一块响亮的品牌 在国内 努力创造第一品牌 在国际上也小有名气 伟城在团队建设方面 我们抱着共创共赢的理念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加入 使伟城这个团队 变得更加年轻 更加充满活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5年 伟城经过认真的梳理 在年底 递交了新三板的 上市申请 预计在春节后 就会画牌上市 这给伟城的发展 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这里 我要感谢 一年以来 大力支持我们发展的客户 和供应商 因为有你们 我们才有存在的理由 我还要感谢 各位亲朋好友 是你们的鼓励和帮助 才是伟城的发展道路 顺利畅通 当然 我更要感谢伟城的全体员工 因为你们的无私奉献 才是伟城在这些年的发展中 从胜利走向胜利 今天我要特别感谢 来自韩国公司 德国公司 台湾公司 美国公司的朋友们 你们远道而来 给伟城带来了光彩 谢谢你们 下面 我想用 启用香槟的方式 来开始我们的晚宴 预祝大家 度过一个快乐的伟城 周末 谢谢大家 请余总开香槟 并宣布完宴 正式开始 请各位嘉宾 举起手中的酒杯 让我们为更美好的明天 一起干杯 好 谢谢大家 请余总回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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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